但我低迷力過去,都一樣打爆他 而且我的紅度沒有對方高 所以其實我的整體性是非常好 大家看到了,我是坦誠受傷害 而對方是主罪承受傷害 所以很容易獲得勝利 Hello 大家好,我是雪糕仔 今次回到文明與征服 今次要介紹的是 啟燒隊的陣容和戰報分享 我先講一下隊伍的思路 然後就會分享這個戰報給大家 首先,瑪麗一勢是負責進行點火 施加啟燒的效果 然後NEO 打啟燒狀態就會傷害提高 而最後這個軍事坦丁是一個輔助的位置 他可以進行嘲諷 那就是比較好的 兩個輸出和一個輔助位 或者是坦等類似的做法 在我過往玩這個SLG的經驗來說 這種平衡性會比較好的 如果做一個全輸出的話 就會有些脆皮和續航力不足 那麼好了 我要介紹技能方面 烈奧這個頂配是用黑衣迴旋齊射的 但因為前期比較難獲取 可以建議用拜占亭噴火器 又或者車元之陣 或者焰火長矛都可以 另外 施特靈之鎚一定要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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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法替代 一開始如果沒有的話 都可以依然用 炎火長矛、車元之陣 任意配兩招技能 施特靈之鎚是可以通過這個託印系統來免費獲得 大家看看託印系統 按下面這個技能 技能這裡有一個託印室 託印室呢 你們可以託印一些技能 需要這個託印子 到後期的時候可以獲得 當託印的時候 可以獲得一個技能 大家記得 到時要選擇這個 施特靈之鎚 接著說回馬賴一勢 馬賴一勢的技能 頂配是阿金庫耳之炎 它是一個輸出技 然後之後會用一個預備冰凍元令 這是一個奶技來的 即是補血技 為什麼要用補血技呢 因為很多玩家都會用這個輸出 其實因為 到後期你們打這個 13級以上的資源地會有兩隊守軍 所以治療技能是非常重要 同時就算打PVP 都可以 續航力提高 你可以 有一個多穿的能力 好 我們看看技能簡介了 這兩個技我都有的 阿金庫耳之技呢 是可以施加這個 灼燒效果 令到 對方 受燃燒效果的機率提高 這樣就可以增加你烈奧尼達斯的輸出 好 預備冰凍元令就是這個 前三回合 會為幾方全體施加急救狀態 受到任意傷害的時候 還會立即治療一次傷兵 在第四回合開始 就會再為自己全體治療一次傷兵 所以這個奶量是非常驚人 如果大家沒有的 可以選擇 用 煉金炸彈 或者 天火焚醒 對 好 接著就到這個 軍事坦丁 軍事坦丁是一個 嘲諷類型 類似坦克的存在 他呢 頂配就是招土作戰 和統御七海 目前我只有招土作戰 統御七海 我都未獲取得 好 我的招土作戰給大家看一下 招土作戰是一個叫軍略技 一個隊伍只能放一招軍略技 而這招軍略技是非常之適合這個灼燒隊 因為他是一個 對敵方已經處於灼燒狀態的目標 受到的傷害增加 所以這一招是非常之有用 而這一招的獲取方法 並不是抽回來了 在這個 徵戰 然後 領地派遣這裡獲得 那獲得的時候他會被你選擇的 到時候大家記得不要選錯 要選招土作戰 好 那如果你的技能沒有的話 有這個剃寶 剃寶就是 顧手堅成 設置巨馬 如果都沒有的話 就任意一些坦技或者奶技都可以 現在我配的技能就是顧手堅成 戰鬥中 每回合為自身治療一次傷兵 受到普通攻擊的時候 他會為我軍隨機施加設抵禦 那為什麼用這一招呢 因為我有嘲諷 我有嘲諷的話 比對方打的機會大很多 我又再裝一招 讓對方打 可以發動效果的技能 所以 是非常之好 這個隊伍整體性是不錯的 如果大家 因為軍事坦丁要 抽回來 可能大家沒有了 其他都很容易獲得的 瑪麗一世 烈奧尼達斯 其他都比較容易獲得 如果大家沒有軍事坦丁的話 可以選擇這隻 選擇 這隻 希德都可以 但希德就會變成全輸出 但都不錯 但如果你後期真的不行的話 坦路不夠的話 你抽到軍事坦丁又可以換回去 另外 卓銷樓有一個特色就是 他們有一個基本效果 我們看看 那為什麼我們選擇他呢 他有一個叫點燃星火 看到了 那這裡就是這個位置 任意兩人在同一個部隊 就可以啟動了 那他就是第一個回合 敵方主將行動的時候 會對其施加 灼燒 持續兩回合 所以說 是非常之好用 如果對方已經燒 就會有50%機率被繳下一回合 那我們這個火燒也是非常之有用 那整個組合來說 就會有一個雙負雙城 一路燒 然後馬麗 又有一些燒的效果 就算 對方已經燒了 他都會增加傷害 就是 則對其額外發動一次戰術攻擊 那就是增加傷害 而這個 烈奧尼達斯 烈奧尼達斯 也是 如果目標處於燃燒效果 就會傷害提高 那其實呢 火燒隊的成員 一般會用三隻的 但是我就建議用兩隻火燒隊成員 而一隻軍事坦丁 是會令大家 可以延長你們的續航力 令到你們 可以打得更多的隊伍 好 接著我們看看戰報 戰報我收藏了 全部都是跟這個玩家打的戰報 由開服到現在收藏了 那可以給大家 參考一下 好 我們看看第一場 第一場我當時 15000兵 就打了9000兵 但是Level差不多 那我這個兵力差 我們看下場 好下場 這場又是兵力差距 對方只有4000多兵 再上 好 這場呢 就對方比我高兵力了 那主要贏的原因呢 就是因為對方的戰法 不齊 以及這個 我們承受傷害的位置不同 那我們承受傷害那個 就是我們的坦 而對方承受傷害就是主將 因為我們的基本效果 先燃燒了主將 所以主將承受傷害會 比普通承受的多 所以很容易做到一個爆頭效果 好 我們再上 好 這隊了 我們萬六兵打14000多兵 對面是一個全弓型的陣容 所以我說 我不是太建議全弓型陣容就是這樣 因為我們兩弓一坦是打贏全弓型陣容 因為全弓型陣容比較脆皮 好 我們再上 對面也是剛才的陣容 但是也有兵力差距 好 我們再上 關羽是一個很好的 灼燒隊的角色來的 但是我抽不到 所以用不到 但是我低兵力過去 都一樣打爆他 而且我的紅度沒有對方高 所以其實我們的整體性是非常之好 大家看到了 我是坦承受傷害 而對方是主在承受傷害 所以很容易獲得勝利 好在上 又有關羽 但是我們都贏 兵力差不多 但是我們都贏 爆頭爆死了 令到我們主將的血量比較穩定 好 這場是險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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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爆了 就是爆了對方的頭 再上 好 這隊對上對方的騎兵隊 那對方又是一個 戰技不齊 那我三千多兵 打贏了五千多兵 大家都殘兵 好 接著這隊 我們是兵力差距 二萬打萬二兵 贏的正常 這個二萬打萬五兵 都算是有兵力差距 那對方也是被我們爆頭 我們承受傷害 都是坦承受傷害 所以對方要贏 我們都非常困難 好 這個兵力差距 兩萬打萬二兵 再上 兩萬打萬四兵 又是被我們爆頭 好 我們看看 兵力差距 兩萬打一萬兵 這個兵力差距 對方的紅度非常高 這個兵力差距 對方是一個科長來的 看看對方的紅度非常高 而且戰法也非常齊 我們打出戰平的效果 我們再看看下一場 也是和他打的 也是一個戰平的效果 那 戰平的兩場 好 接著最後一場 最後一場 我贏了對方 所以說我這隊 用白板 差不多 都可以打贏了一些科長 中熊 中熊狀態的隊伍 所以其實我這隊都非常好 那這個戰報分享 希望可以幫到大家 那這條影片差不多到這裡了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影片 幫我按LIKE 和分享給朋友 未訂閱的話 按一下訂閱支持一下 好 那我們下次直播或者影片見 拜拜